南無本師釋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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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上順身迴妙法 百千萬劫難遭遇 我今見聞得授辭 願解如來真實意 般若菠蘿蜜多心經 觀自在菩薩 行身般若菠蘿蜜多時 照見火運皆空 度一切苦惡 攝例子 攝補欲空 空補欲攝 攝即是空 空即是攝 受想行事 亦復如是 攝例子 使諸法空向 不深無滅 不夠不盡 不爭不解 事故空中無色 無受想行事 無言而彼舌身意 無色身相略觸法 無言解乃至無異世界 無無明亦無無明境 乃至無老死亦無老死境 無苦即滅道 無知亦無德 亦無所得故 菩提撒斗 以波勒波羅蜜多故 心無掛愛 無掛愛故 無有恐怖 遠離顛倒夢想 就近捏盤 三世諸佛 以波勒波羅蜜多故 得阿尿多羅三秒三菩提 故知 波勒波羅蜜多四大名咒 四無上咒 四無等等咒 能處一切苦 真實不虛 故說 波勒波羅蜜多咒 即說咒曰 接地接地 波羅接地 波羅生接地 不提撒不喝 波羅聲 黃河 十大地 许弥 十足 日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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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佛真发现身三宝珍 从今知知菩提我归宇 我与所修文法诸之良 为力有情故愿大绝成 祝佛真发现身三宝珍 从今知知菩提我归宇 我与所修文法诸之良 为力有情故愿大绝成 好各位同学大家早安 好我们继续研讨 广不离道策略广论 我们上次研讨到哪里 14页 第四页讲完了吗 好 那我们现在进行到法书圣 那法书圣呢透过这个法呢 这是讲道具论 单单间接是讲说是 学习不离道策略广论 有什么好处 那总的呢我们已经说过了 他是得到现前真上身 跟究竟决定圣必备的 而且从教证法才能得到圣证法 这是总的 那像别的部分呢有四种书圣 那这四种书圣呢就是讲道具论 或者学习菩提道策略广论之后呢 能够得到更为 除了总的书圣以外呢 还有更别的书圣 那除了通达一切圣教无为书圣 还可以一切圣言能够现为教授书圣 那有异于获得圣者秘义书圣 还有呢极大罪行能够自去消灭书圣 那对于前两个通达一切圣教无为 还有一切圣言现为教授 那怎样能够通达一切圣教无为 跟一切圣言现为教授呢 是要要广文 对于能够得到现前真上身 跟究竟决定圣的这个法类呢 一定要多闻 通过多闻才能够对前两者 能够得到这种书圣的功德 那得到这种书圣的功德之后呢 最重要的是在后面这两个 就是前面是因 那后面就是变成果 那前面的因呢 重点是什么 四方道 能够通达以四方道来理解佛法 什么叫四方道 你是要对某个法类深入 其他法类都可以吗 通达 例如说我们学色类学 也可以通达广论 学心内学也跟广论结合 学中意简易建立也跟广论结合 学现观庄业论也跟广论结合 所以广论是一个总纲 我们叫温陀兰 一个总纲 所以你学那个法类 都要跟广论修心的次第要结合 如果学色类学心内学中意建立地道 没有跟修心法类结合的话 那变成吗 没办法 一些圣言现为教授 所以这是温陀兰总纲 所以当你学各种法类都要跟广论结合 广论是修心很重要一个法本 所以你在上系说 如果学五部大论学不会 没关系 但是你连广论你都没办法通达 没办法应用在生活中 那你学佛是吗 白学了 所以广论很重要 那怎样把广论用在生活中 要多广论 不是学一部广论就可以 你光学一部广论 你对其他法类不懂 还是没办法用的 所以对五部大论的前行 至少前行 色类学 心类学 中医建立 地道 这些法类应该多参考 参考后再跟广论结合的话 我们就会用在生活中 把这个法的书生能够真正的 把它来化为它应该有的功能 这很重要 好 那我们进行到法书生的第三个 好 对之前呢 我们前两个礼拜所上的课 不晓得各位同学没有问题 因为时间隔太久了 应该有问题 忘记了啦 没关系 好 那我们看第二段 异于获得圣者秘义者 那个圣者就是指佛啦 所以这个圣力的圣者是指佛 如果是我们讲超圣 是圣地的圣是指我们讲 不会随隐业 不会随隐业入轮回的 这两个不一样 圣力的圣是指佛啦 那我们讲圣 圣者的圣就是额口王啦 那个是讲 不会被隐业带入轮回投胎者啦 所以不会说因为隐业 随业来投胎的叫圣 那这个圣呢是指圣 现正是圣地者 那个刚才那个讲圣者的圣 是讲现正是圣地 那这个圣者的圣呢 是已经超圣最圆满的意思 好 这两个不一样 一般汉系比较少用这个圣者 这两个啦 这是藏系才会用 所以一般我称这个达赖法 我们称什么嘛 我们称什么 什么伦伯切 记得嘛 夹我伦伯切 夹我就是圣者啦 夹我 好 我们看 亦获得圣者秘义者 那字言及诸论大教典 字言就是讲佛经 佛经还有这个主书大德写的论著呢 这些大教典呢 虽然说对我们来说 虽是第一最圣教授 他是指导我们得到现前正上身 跟究竟决定圣最殊胜的方法 南初发业 对我们刚学习佛法的人呢 未曾冠修 伯特丘罗 还没有对佛法的内涵去熟悉 而且对那个主书大德写的论 或者佛所说的这个经 都还没有办法去熟悉它 什么叫佛特丘罗 什么叫佛特丘罗知道吗 哈 佛特丘罗是梵语啦 藏文叫康萨 那什么叫佛特丘罗知道吗 不知道的请举手 知道的请举手 他不能不举手 这个佛特丘罗很重要 那丁眼状 因为这个跟空性有关系啦 这是泛音翻过来的 那我们分两个 我们从定义 第一个从定义来看 一与五蕴任一 那什么叫一与五蕴任一呢 何讲于阿列的事夫呢 我们佛特丘罗呢 是由五蕴所构造而成的 受受想行事 靠着五蕴这个支分 构成之后呢 在上面再按一个嘛 叫佛特丘罗 可能是黄先生啦 陈小姐啦 真的好美丽的啦 很多种名称啦 就是在这个五蕴之上呢 你妈妈 爸爸诞生之后 有这个佛特丘罗 这个形象 依照每个特征 来命名 一个佛特丘罗 这样可以喔 例如说 你看到同学来说 你是用哪个蕴来安利我们同学的 你现在看到的 受孕 看到颜色形状嘛 对不对 对 然后呢 受孕怎么安利 病人啊 病人 你为什么叫病人 因为他身心有苦痛 叫病人啊 对不对 我们六道的友情 就是说我们佛特丘罗是由五蕴所组成 但是光五蕴组成不能叫佛特丘罗 他必须呢 在这字上呢 甲名安利 为什么叫甲名安利 因为在这个中义来说 这个被依靠 这个被依靠 这个叫什么 食之有的 好 这个以秩序派来说 秩序派以下 那如果说 依靠这个食之有 基本的元素 在安利的东西叫甲 所以甲便宜于死 然后 一个能依靠的最基础 我们叫食之有的 实在的 然后呢 安利在上面的东西叫甲的 所以甲 必依于死 从这里 甲 必依于死 你看到没有 我问你们 你们生活中 生活中 最最最最最重要的依靠是什么 一个是物质 物质的就是什么 钱 对 如果有钱的话 你生活 物质的生活就无虑了 对不对 那精神呢 是不同的选择 一般家庭是什么 感情嘛 母女间的感情 然后有夫妻间的感情 家庭就是以感情为主 对不对 必须靠大家和谐 才建立一个和谐的家庭 所以家庭是以感情为主 那里嘛 物质为辅 但是基本的生活 还是以物质为主 那物质的人呢 就是钱 如果说今天你没有钱 你的账户存款是零 甚至呢 还贷款 是富人 你会不会起恐慌 如果账户是零 甚至你是被是负债的 每天都被贷款 信贷是吧 被信贷追着跑 你会不会每天起恐慌 但是有些就是没能力管钱 那小孩子啊 就刷爆了 他根本没有赚钱 就刷爆了 对对 他们每天起恐慌 怎么办 逃债了 对不对 逃债就要谁还 父母还 那就五年回来见父母 如果说他是什么 独外孝的 对不对 所以心里会起恐慌 为什么会恐慌 因为他已经那个食指友已经不见了 这个最基本的元素已经不见了 那基本的元素 这个东西 他生活的一切都没办法安立 所以心里会恐慌 所以我们安立一个东西 必须要有一个食指友的东西 在建立这个假友的一切 才能够很快乐 很自然的展现 如果这食指友没有 假友就不见了 对不对 精神也是一样 物质也是一样 所以秩序派认为假必欲识 这样了解好 那这个识呢 就是由射受想行识 这个五个 是被伯特求依靠的 为什么依靠 因为我们可以从 射运安立一个伯特求 例如说我们看到同学 是吗 看到颜色形状 我们同学这么多人 是用射运安立的 受运的病人 还有我们的六道友情 我们六道这个道 什么叫道 就是你心受苦的相状 道就是心 不是讲有个方法 触手 不是这个 六种心态 六种心态 例如说地狱道 无时都在 就是无间地狱中 每一时刻都在受苦 我们叫地狱道 然后呢 恶鬼道 你只要感觉非常非常恶 那叫什么 地狱道 那恶鬼道 还有呢 你什么东西都想不起来 就是呆呆的 那叫畜生道 没办法思维了 然后呢 人道呢就是嘛 有苦有乐 有苦有乐 就半苦半乐啦 这人道 然后呢 阿修罗道就是以忌妒 他忌妒天 为什么 我生产的最好看的美女 都被天人取走了 例如说那个 天公 天公的母 我们叫那个 王母娘娘 对不对 金母娘娘 是王母娘娘对不对 都一样 王母娘娘是阿修罗到来的 所以很嫉妒 只要呢 那个 那个套利天天主 到哪里去 他一定要跟 只要他没有跟上 叫华银子等等 外面有女人 这个叫阿修罗道的特质 那兰仲呢 就是说 他的梅里呢 生产的最好梅乳 自己没办法啦 娶了做太太 都给天人取走了 另外一个呢 他做的一个叫嘛 叫 鲜果 根是长在阿修罗 所以阿修罗每天去浇肥 灌溉 保养 结果呢 长得太高了 透过已经长出 阿修罗的管辖地区 长到天上去了 那你说果实是长在 在根收成呢 还是在上面收成 在上面收成 所以阿修罗在灌溉 在努力施肥 照顾 结果呢 果实都被天人享用 那你说天人 阿修罗会不会嫉妒 应不应该嫉妒 照理讲应该嫉妒啦 可是他没有想到 这是果包 结果的问题啦 不失回也可以 他是总是抱着希望嘛 抱着希望那个矮 那个树不要长得太高嘛 所以长到 我们到我们这边就好了 结果呢一长就超过他的范围啊 人总是抱着希望在痛苦享受啊 人都是这样 抱着一个虚假的希望 而抱着痛苦享受 你们是不是这样 我也是这样的 有时候啦 不是说每个时候 创造一个虚假的希望 然后 达不到希望呢 在抱着痛苦 在懊悔啊 在想 在享受那个痛苦的滋味啊 高瞻心会不会 会喔 嘿嘿嘿 好 那就是嫉妒 所以阿修有两个特征 就是嫉妒 嫉妒心 那天人呢 就是享乐 贪啊 傲慢啊 慢心啊 所以 由于慢心展示他的苦 慢心会展示他的苦 所以你只要不尊重 他天人会打架 天人会打架 所以呢 我们讲那个苦啦 地狱的苦 无时无刻都要做苦 饿鬼道的苦 吃不到东西 鬼道的苦 出生到呢 头脑没办法思维的苦 人道呢 由半苦半乐的 这种逼迫的苦 阿修人呢 嫉妒心引发的苦 然后呢 天道呢 慢心引发的苦 只要不尊重我 就打起架来 不听我呢 就打起架来 好 就是慢心引发的苦 所以六道是从嘛 从受孕来安利的 好 这样可以喔 那你说我们 我们现在人啊 有没有六道 对 我们每个时候都在享受六道的滋味喔 你的心性不同 你就在哪一道 所以这个道不是指触手 所以讲 据舍论讲那个地狱道 如果这样 那地狱道算起来 那个什么 几万有寻啊 那那个 达拉法王说 这样算的话 那在印度的话 那应该什么 通过已经穿过到美国去了 所以第一道应该都在美国 那这样讲 美国一定不同意嘛 对 我这么快乐的 民主国家 总可以说我是第一道 甚至穿过美国的地平线 已经泡到地球以外了 好 所以不是住所喔 是讲心喔 心的苦受来说 阿西安 你可以用一个享受的安利的人 好 有啊 佛教徒 穆斯林 基督教徒 哲学家 对不对 幻想家 花明家 这都想嘛 靠他响应 独树一格 我们称为某一派 某个中派 某一个派别 就是响应 行呢 就是他造业的对境 所以我们有老师 老师的造业 什么造业的 师者 传道 授业 解惑也 那对木头造业 我们称为什么 木工 对不对 那对水电去做造业 我们叫什么 水电工 对不对 还有盖房子的 我们叫什么 建筑工 所以每个每个造业的对象 不一样 所以我们称安利的某某人 建筑工 水电工 木工 还有什么铁匠等等这些 那世韵呢 是从他的习气 从他以前新王决定后 留下来的习气 所以我们世韵很多种 例如说 有人吗 都会什么 喜欢吃甜的 有人喜欢呢 每个习气不同 有人对佛法就是吗 很好耀 有人对音乐很好耀 天才啦 有人是天才嘛 那时候他过去的习气很浓厚 所以我们从他的天才 从能力来说 就安利了 例如说天才 我们不能很专长的 有人吗 对电脑 有人对某某类的 就是什么 从世韵来说 他能力啊 过去是带了习气来说 所以从五韵来说 我们可以只要一个韵 五韵任意 就可以假名安利一个某某人 这样懂吗 好 听我 听我 听我怎么能唱 真的 听我怎么能唱 不然听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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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认识 我知道 好 这是 这个叫嘛 如果是叫五 这个叫五 独 独立十字友 这不特求的呢 是没有独立十字友 为什么呢 因为他是假友 他是假友 所以不特求的是假友 因为他是关带五韵的十字友 来安利的 所以不特求的就不是十字友 好 这是我们讲中意的时候 会用这种方式来解释 好 有问题吗 法师那请问那个 似乎的定义是怎样 似乎的定义就是 具有心事者 具有心事者 所以他已经把 这个具有心事者很难断定 有人说植物有没有心事啊 这个很难说 那法宏说 植物会长大 是因为什么 是因为化学作用 不是真的有心事 就法宏说的 答案法宏说的 心事有很多种 有人说会思考 那你说 那你说植物不会思考吗 植物会不会思考 没有神经细胞 没有神经细胞 什么叫神经细胞 离骨得乐的本能有 这叫神经细胞吗 神经的细胞什么代表 是单细胞 多细胞 双细胞 单核 双核 这又分很多种了 这很难断定 那当然注意有心事者很难断定 但是呢 我们就说一般来讲 动物 动物才算是不特切罗 植物就不算了 若以佛法的角度来说 动物才是 对 因为他认为植物没有心事者 动物才有 那这个又很难分 到细胞是植物还是动物 单细胞是植物 双细胞是动物 是这样吗 不是量分吗 这很难分 这没关系 大概隔夜 最好不要杀生就好了 看到的东西都不要杀 小心地 一地踩下去 可能都 动植物都会死掉 所以要爱惜生命 好 请说 老师 那我们这个 请问那个 吴云任意 而假名安利之处 这个 而假名安利 这个假名安利 是谁去安利 是我们自己去安利 还是 任何一个人都可以安利 任何一个人都 任何一个不特切都可以安利 都可以安利别人 有心事者才可以安利 你有心事者就没办法安利 那我们如果说安利佛的话 他是以哪一个事去 我们去安利 你看呢 你喜欢佛的哪一个 你喜欢佛的哪一个 是就是个人就对 不一定就对 你喜欢佛的片字就用试运 你喜欢那个 藏在那个极灭之热 享受那个快乐的 我们想要就近安利的佛 就是以受运来说 是是 那想要佛能够 都能够时刻刻 能够救度众生 就享运了 那使用佛能够 照下这么 身口意三叶 用圆满的说法的这个叶 来度化我们 就是行运 所以这个都可以变的 也可能有很多 看你趋路到哪一个 趋路 也有可能一次两个还是三个 没办法只能一个 你心只能一个 没办法两个 比如说 心一个近 一趟大人对一个近 我看到一个女孩子很漂亮 我可能就用摄影去看她 是的 那我再想一个女孩子 就用试运去看她 不是 想是你的试 对 想是你 我是想那个 你想是 想运就对 不是 你想说对近的哪一个 因为不是我的运 对近的 对 你是娶她哪个运 不是我自己的这个运 安利别人的 不是安利 安利对近的 不是安利用自己的方式 安利 安利对近的 了解 没有问题 这个很重要 这个很重要 为什么很重要 因为空性很重要 为什么 比如说昨天有人骂你 你好笨 你会觉得很受伤 哇 秀会很厉害 他不会受伤 他就没有我执 就是 人家讲你很好笨的时候 你会感觉很苦苦闷闷的 奇怪 怎么说我很笨 对不对 那这个笨呢 从那个来的 从他的声音来嘛 对 可是当你这个声音 执着他的声音 是什么呢 社运来的 所以因为声音 他讲你很笨 你就安利这个人很坏 很坏 对不对 那讲你很笨 那你受伤了 所以从社运安利一个 坏的一个不特切罗 这个人好可恶 怎么可以昨天冒那句话 就用个社运 那个声音 让你受苦的声音 安利他是不特切罗 这样了解没 可是问你这个假有的不特切罗 跟声音是一个吗 两个 还是不同呢 不同啊 我们把它当成一个啦 懂齁 把它当成一个 那昨天的声音 已经变成过去了嘛 现在的不特切罗 跟昨天的有没有一样 对 可是我们把它连在一起 当然一样 昨天那个骂我的声音 还是那个人呢 跟那个人没有变 所以我们比较不会 怪声音 对不对 我们怪谁 怪他的世运啊 不怀好心 一般我们会怪说 那个声音那我受苦 是哪 不好心 怀着恶毒的心 要伤害我的心 来怪他嘛 对不对 所以我用他的世运 恶毒的心 来安利的不特切罗 问你这个心会不会变化 可是我们指昨天的心 可是昨天的心 已经跟现在的心不一样了 我们执着那个义共向 执着啦 就用昨天的心 那个会伤害我那个心 来安利那个不特切罗 那安利不特切罗 是昨天那个不特切罗 和现在不特切罗 有没有一样 不一样 因为无差嘛 一直在变化 可是我们就指回 昨天骂我那个人 很恶毒的人 跟今天我看到的人 是同一个 就对他怀恨在心 耿耿于怀 就是这样错误的安利 十字有跟那个假有也不一样 可是我们就把它当成一个 当成一个 永远不会变成一个 有没有 还没有了解 没关系 以后我们学中益间的 慢慢说 这是中益间的一个思考方式 它都会变的啊 这个用空性来处理 以后再说 我们这一般用中观 四大观要处理 如果用修订的方式也可以 观察到无常 补偿已经过去了 过去的静已经嘛 消失了 你说高照的心 昨天的高照的心 还在不在 昨天的你还在不在 对啊 可是我们在我们内心 已经catch到了 在相分来说 我们就已经存在 可是从静来说 昨天的静已经不存在 但因为昨天发生过 已经在我们的心分 心有分里面 已经种下去的种子 所以我们就说 从相分来说存在 它是一个经验 但是从对境来说 它已经不存在 所以今天产生的高赞薰 跟昨天的高赞薰 是不一样的高赞薰 昨天的高赞薰 已经嘛消失了 所以今天的高赞薰 才产生 从近来看 要分清楚 那我为什么感觉 昨天昨天发的事还存在 是因为我们用种子奇迹 把它存档了 然后呢 在回忆的时候呢 再用常法的概念 一共像 用常识的概念 把它执着 昨天的高赞薰 就是今天的高赞薰 今天的高赞薰 跟昨天的高赞薰 骂我那个高赞薰 没有不同 同一个 就是常识 我们第六识的常识 那这个是错误的想法 所以要把它分清楚 哪一个是对的 哪个错要把它分清楚 不然我们就学顺喜气 今天高赞薰薰 就是好可恶 他昨天骂我那句话 好可恶 其实人已经不同了 可是在执着 他就是昨天那一个 好 这可以 第二个我们讲分类 分类我们讲过了没 分类切尔分类 没有 好 那再插起来 好 所以跟家人吵架 不要打冷战 你们跟家人吵架 会不会三天五天不讲话 会不会 会 为什么 因为你还执着跟我吵架那个人 今天还是那个人 其实他有回忆想跟你 忏悔 讲好话 你就是不想改变 你就是明明昨天骂我那个人 骂我那么凶 你今天还跟我忏悔 假惺惺的 你本来就是恶毒的 你在怎么做 我都认识你是恶毒的心了 你永远不就是那样的 所以我不接受你的忏悔 会不会 你把它当成同一个 其实他今天不同了 应该好好打开你心胸接受他 不同的缘起 不同的缘起 不同的展现 马上接受当下的缘起 你才会进步 他也快乐 你也快乐了 懂 所以要随时删除 删除 删除把过去的那个delay 什么delay delete 把它删除掉 但是删除掉 不是永远删除 了解说过去有发生什么事 留下一个经验 你不能把这个经验也删除 把那个执着也删除就好了 不要把经验删除 这个很重点 执着就是认为昨天的他 就跟今天他一样的 这个叫执着 但是昨天有发生那个事情 是存在的 这两个不一样 要把那个长直的部分 昨天的骂我的他 跟今天的他是同一个 那个执着要把 delete 大家把昨天发生过的事 要存档 变成一个经验 经验 因为每个人都是在那个经验子 他的范围的经验子在盘附 昨天发生这样 这样又好了 那下一次又发生这样 又就这样好了 每个人会习气 重复他的习气 你要记住这个经验 因为二原来他是这种个性的 也比较好 去缘起去对待 这两个很重要 执着要delete 经验不能delete 这很重要 那分类呢 我们可以从几个来分类 这很多 第一个呢 第一个呢 我们可以从 圣者好了 圣者这个俩座来说 我们可以写下面的 第一个呢 我们从凡夫 那圣者呢 我们可以分很多 例如说 佛 佛 佛是不是圣者 是 第二 菩萨 读觉 对 还有嘛 圣文 四个 这是圣者来说 那凡夫呢 我们可以从 六道来说 就是嘛 圣者嘛 随愿力 活除外的 随业力 差别在这里 随愿力来的 我们是随啊 业力 影业 这个叫影业 我们想 业力叫影业 好 这差别在这里 那凡夫呢 我们可以分 第一个天 好 我们讲五好了 五 天道 天 好 天六 阿修罗 七 我们讲人 八 畜生 我这样是从福报来分 如果从智慧的话 就变成鬼道在前面 好 这个叫十法界 所以十法界呢 好 都可以 都是普特前螺 因为他是我们医他的五蕴任医 来甲名安利的师父 好 这总共有十个 那细分也可以分啊 但是这样就可以了吧 细分也可以分路道啦 未路道啦 可以这样分 但是这是地道的角度 不用这样分太细 大致这样分就可以了 好 不特前螺 了解吗 可以 所以这个繁分的六道呢 不是指人而已 只能而已 你说出生有没有天道 出生有没有天道 有 当你给他最好吃的时候 那在享受快乐的时候 就是天道 好 所以每一道中 除了地狱道可能没有天道啦 好 地狱道可能没有 大半来五道 鬼道出生道 人道阿修罗 都有呢 跟所有的道是共和的 就是你在这一生 可能都五道里面都会享受到 都有经验到 那人是有地狱道的哈 好 对不特前螺 可以哈 所以未曾冠修的不特前螺 我们对我们刚初修业者 刚学习佛法的人呢 若不一子 我们看是在第二段的第二行 所以刚开始学佛法呢 好好嘛 要一子善知识教授 因为大经大论 看不懂 哈 你们大经大论看懂没 看懂 哇厉害 看不懂 看不懂 正常 因为古代的思维 还有用的文词 我们现在不一样了 我们现在比较是胡适 胡适 胡适 胡适创律白话文之后 对不对 是胡适吗 嘿 所以我们都比较用口语化的东西 所以我们讲话的跟现在写作的差不多 你看现在学生喔 很少用古文的文字写作文的啦 都用白话写的 语言怎么说就用什么写的 比较口语的 那以前都不是 以前呢 就是讲话的跟写的文章是不一样的 那个讲话是各随方言 不同的方言 口语化 文章是要给上面看的 所以言简易干 你不能写的那么长 上面要写皱褶 写那么长 怎么讲那么完 所以你要给最短的时间 把那个内涵表达出来 所以要给上面省时间啦 所以呢它言简易干 所以用文言文来代表 一个字就代表很多内涵 然后凑起来就是 把整个内涵 它透过几个字 把它讲述完毕 所以呢 它的文章就不同 跟口语就不同 那现在因为习惯这种口语化的文字 所以你看以前的文章就看不懂 它有个习惯性 但是如果你不好被那个古文官子 古文官子 你就看就很很很顺 因为你习惯啊 你习惯那个语言表达方式 我们就不习惯 就会对于经跟教授会看不懂 而且经跟教授 经跟论呢 有时候呢 它没有写得很清楚 因为当时代可能 大家都对这个礼仪都很清楚 所以它就不用多写 可是到我们这个传承啊 以前都当时都很清楚没错 可是到现在都不清不楚啦 可是呢文字还是停在嘛 过去大家都很清楚状况 有些人就大家清楚就不写了 就变成我们现在读不懂 所以看后面呢 我们如果说上毕菩萨娜 你们就买一个头两个大 因为它漏掉太多字了 漏掉太多字了 然后法尊法师又翻得很奇怪啦 不是说他错 他这样表达已经很厉害了 所以说他藏文是这个那个嘛 跟日文一样把动词放在后面 就是说 おはんご食べますか 对不对 那个动词放在后面 主词放在中间 主词那个 おはんご是你吃的东西 あなた 你啊 你吃饭的煤 那个你放在最前面 饭放在中间 吃放在后面 你饭吃煤 懂没 你饭吃煤 我们是 你吃饭的煤 把动词放在中间 那藏文也是一样 他把一个动词放在最后面 所以表达是变成什么 不一样的 导庄句 那有时候呢 法生法生要 依于那个藏文的格式 就翻出来就怪怪的 我们读不懂 怪怪的 他变成用藏文 没有把它变成中文的表达方式 所以读起来就会怪怪的 所以这样 导庄也是读起来 你感觉第一次 我们会感觉怪怪的 就是那个 时代的背景 表达方式不一样 但是已经对我们来讲 是恩德很大了 所以依止善是教授 善是包括善知识 同行 法游 直据彼等 难或密 所以靠一般的讲解 教授就是讲解 对大经大论的讲解 如果没有这样的话 我们没办法呢 获得佛金真正的内涵 射能获得 假设 能够获得佛金的内涵 亦必关在长久时期 变成你要学很久 我才看懂 金刚经在讲什么 你们现在 懂得金刚经在讲什么吗 不懂 正常的 学久了就知道了 好 所以极大勤劳 所以要花很多时间 透过五部大论 等等去了解 才看懂 金刚经 所以要花很多时间 几大勤劳 但是呢 如果靠自己 当然要花很多时间了 那若能一直尊长教授 如果我们可以 好好一直一个 对这个经论 完全通达的人呢 好好地去听他 开示 讲解 择益通达 那以此教授 所以这样呢 以这个教授 三字所开示的 这个简单的 比较容易通达的方式 这个教授呢 能够受于决定解了 精论二要 通过他的解释 我们就可以抓住 精跟论 真正要主要讲的内涵 那其中道理呢 以各史中之当广说 各史中呢 就是说中道师 会引很多的论 然后论之后 中道师呢 会再把这个论的内涵 再解释一遍 所以中道师呢 是最为善巧 把精跟论 能够通达 并且让我们呢 能够完全理解的一个教授 这个教授从哪里来 就是菩提道次第广论 所以这后面都是 永 用精跟论来做依据 那中道师呢 就把它解释的 所以透过这样呢 了解精论的 甚深的内涵 就是透过菩提道次第广论 这什么叫恶行呢 什么叫极大恶行呢 我们看一下 第一个 鲁白莲花 白莲花呢 就是妙华莲华经 妙华莲华经里面所说的 还有呢 地则品 就是华元经的地则品 里面有说 宣说呢 一切佛语 就是我们说 华元经的 开拳显食 这是第一品就有想的 华元经的佛语 是开拳显食 就是呢 什么叫开拳显食呢 开拳这个拳呢 我们叫一切佛语 华语 华拳 开拳显食 拳内就是依根器的不同的方便 开示你相应的佛法 例如说 我们讲 对小圣行者 他讲初转法轮 那初转法轮 讲那个四圣地法轮 就讲嘛 诸法有自性成立 就为对小圣者来说 初转法轮内 那对于第三者 这第三转法轮 对顿根菩萨 就是 比较为适中 比较相应的 我这样讲 可能为适中 会反驳 因为这是上系说的 所以对于 顿根的菩萨 就是为适中 这个菩萨 他会怀疑 因为 第一转法轮 讲诸法有自性 第二转法轮 讲诸法有自性 所以这些菩萨 就搞糊涂了 佛以前 最早以前 讲诸法有自性 后来又讲 诸法有自性 到底是诸法有自性 我自性 所以这些顿根菩萨 就是闷在心里 又不敢问 顿根菩萨 就是不敢问 所以你要多发问 不要变顿根菩萨 就多发问 有问题就问 后来呢 这个圣医生菩萨 就看到这些 闷在心里 然后呢 问题没有解答 又没有办法去实修 那很可惜 浪费时间 就带他们问 所以呢 就写这一部什么 解圣秘经 就是第三转 解圣秘经 后来呢 佛因为这些根器 比较顿根的 就讲什么 三性 三无性 就是变 善变法轮 讲卫世的 诸法有自性 但是呢 自性中呢 又三无自性性 有没有听过 没过 以后再说 好 这个太复杂了 所以为了根器不同 有时候讲 诸法有自性 有时候呢 讲 有自性中 又三无自性性 那真正的道理是 实在是什么 第二种法轮 就是诸法无自性 根器是立根菩萨 好 第一个是身文 就是可能外道转过来的 所以要先对业果 产生决定 所以才讲 诸法有自性 所以我们在广论下一次道 有讲什么 业的四种体性 有没有 业嘛 会增长广大 业决定一切 然后呢 业会增长广大 然后呢 不造不失 然后未造补育 那我们讲说 以造不失 有没有可能 那忏悔就没用了 如果以造不失 忏悔就没用了 你现在大乘角度来说 如果说 你小乘的时候 他一定有自性 以造就有自性 自性就不能改变了 自性的内涵是不能改变的 你忏悔没用 一定要受完果 才消 那这样来说 所以后面就开示 大乘角度 用势力忏悔 这是大乘角度 小乘是说 你造了一定不会失去 一定要敢果后才会失去 这是小乘 因为有自性成义 所以刚刚只是用小乘角度讲 后面再用特开示 势力忏悔 用大乘角度讲 所以两个角度是不一样的 所以一 开全显实就是 或实或全 全就是方便 一根性的不同 以方便的角度来说 那实就是真实的 实相 先是开示成佛的方便 不管是讲实在的真理 或是对着不同根性 方便说的这个方法 都是引导每个众生 成佛的方便 开示误入 所以或全 开全显实 然后呢 什么 什么 误入 或全或是 开示误入 是这样吗 就是让我们能够误 然后入 这个重点 那我由未解 至义者 如果不了解 对于妙零化经也好 帝哲品也好 他所说的 佛以开全显实 开示误入 让众生得入 成佛的方便的话 不了解这个内涵的呢 我们就会怎么样 妄之一类为成佛方便 认为 认为 学某一个法 才是真正成佛的方便 即使他内 为成佛的障碍 这个是 这个是这样的 例如说 现在有人说 毁谤 什么 葬系啊 等等的这些 应该好好去深入 他为什么这样说 不能用我们的角度 去衡量别人的角度 他的角度 为什么是这样 合不合理 要去先了解 不要以外向的 跟我们专派不合 跟建律不合 就说他一定错 如果说一个修行者 例如说 佛 佛成佛后 他会不会用硬化神的事件 他做坏事 会不会 想会不会 不会啊 他做坏事 可以让你学佛 所以他要不要 事件做坏事 要啊 所以佛 也事件做坏事啊 例如说提伯达多 他是菩萨 还是 不是提伯达多 对提伯达多 他是菩萨 他跟佛在一同发菩提心 发菩提心之后呢 他认为佛很精进 他说好 我为了你 比我快速成佛 然后比众生 能够度化一些 更快速度化一些友情 所以我事件逆境 来害你 来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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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伤害你 然后让你快速成就 所以他是菩萨 那既然菩萨 会事件一个坏蛋 来帮助另外一个佛 找成就 你说佛 会不会事件一个 一个不好的人 那你呢 快速成就 同理可证嘛 懂 所以要从他的内涵来说 不要从外向 这很重要哦 所以不要 直为一类为成佛方便 直他类为成佛的障碍 不用自己的角度去看啊 都不用自己的角度去看啊 都不用自己的角度去看 一切都无自信 我们就听到这些什么 法上因舍何况非法 对不对 你执着的心本来就是错的 你执着一类是好的 一类不好本来就是错 因为对众生每根基来说 都不一样的法 适应的法都不一样 有人适应这个法 有人适应那个法 法无定法 好你不要只为一类是对的 一类是错的 那说一类是对的跟错的差别在哪里 你可以用初离心 普离心 空正见 以这个来衡量 如果你内涵中没有讲到三主要道 初离心 普离心 空正见 就是世间法 但世间法也有善法 也不能一併的排斥 例如说道教啊 基督教啊 他是不是让别人都行善法 所以这个也是好的 虽然是世间法来说 也是好的法 那如果是以佛法的角度来说 你要看他内有没有 初离心 普离心 空正见 如果有讲到这三个法 你就再商量一下 到底他讲的外向这个 有没有跟三主要道结合 如果这个外向这个东西有跟三主要道结合 也是可以对某个状态来说 也是好事 不能一灭的排斥啊 我们就以自己清静无稳的角度来排斥那些 感觉很复杂的很朗误的东西 这个不一定的 好 所以呢 我们就 妄子一类为焚焚焚焚焚 即执他类为成佛的障碍 睡盼好饿 就好跟坏 因礼仪 还有不因礼仪 还有吉 大小圣 为是菩萨虚于是学 那说我们说 哦我们呢 小圣不好大圣好 甚至小圣说大圣非佛说 我们应该从他的理去看 不要从那个历史 历史都是有问题 因为印度的时候呢 当时候是没有记载历史的 在佛陀时代啊 他是到最近后才有历史可言啊 就是到佛陀以后很多年才有历史 以前是没有历史的 只有什么 传说 传说跟历史有没有一样 对啊 所以印度以前都是用传说的文 就传说记载 所以他们神话很多 神话 尤其把那些国王神话 这是用传说的方式 把这个呢 古代发生的事 引传到现在 不是历史记载 所以他们对这些人物等等 就讲述不清楚 所以呢 现在有人说 那到底佛陀说呢 有没有真的有释迦牟尼佛出现啊 历史没记载 那佛陀出现的时候 有没有米勒佛啊 历史没记载 有没有文殊菩萨 历史没记载 观音菩萨更不可闻 那到底有没有观音菩萨 文殊菩萨 历史没记载 可是佛心都有啊 到佛心这个有是真的历史存在呢 还是传说的呢 无可考据 所以因为无可考据呢 所以小圣经典 因为他是从 传到巴历文嘛 所以巴历文有记载嘛 然后呢 后面呢 佛灭度后四百年 还有六百年 四百年后呢 龙树菩萨才出现嘛 写那个中观六礼句论 那六百年后呢 吴佐菩萨出现嘛 就写了米勒吴论 所以这些大圣的 身见的龙树的 著的论 还有方便的 米勒菩萨著的论 都是佛灭度后四百年 跟六百年才诞生的 根本是佛时代写出来的 所以他们就认为 这些都非佛术 是你们两位大德创造出来的 离佛太遥远了啦 这个南传人 因为他是慢慢从佛时代 慢慢延传 到经过印度南方 传到斯里兰卡 泰国 缅甸 所以他们的历史 这个圆圆的传承啊 没有断 那大圣呢 都是佛灭度后六百年 四百年才出现 断的太久了 所以有这个 就有疑虑啦 如果从考据学来说啦 大圣的历史来说 就跟佛比较有距离感 从考证学啦 那你从精神来说 不管他写的对不对 从精神来说 他比较符合佛的 这种利益众生的角度 所以你们要从理来说 还要从考据来说 看每个人学习的兴趣 那我感觉从理 对我们帮助比较大 从考据来说 对我们帮助比较不大 好 如果说集大小圣 认为大圣认为小圣不好 小圣认为大圣非佛说 那为其菩萨虚于是学 此不虚学 认为说我是菩萨 小圣的法我不要学 那我是贤的 密教的法不学 这个都是有问题 那把不虚学的 指为阴舍 那这变成什么 半法 半法 这此一类是不好的 不应学 这个叫半法 但是半法最其实很严重 但是后面我讲的严重 我这感觉我这个 应该不会那么严重 这个经典 所以我也是不信邪的 有时候经典讲的太严重 我感觉真的那么严重吗 真的严重 人家说南无阿弥陀佛 六个字就三藏十二部都在里面了 我就相信了 我就叫南无阿弥陀佛就好了 甚至也跟我的那个学净土的同参讨 说你们干嘛学这么多 人家那个大法是说 就学六个字就够了 南无阿弥陀佛 三藏十二部都在内行都里面的 我跟人家说了呢 我就有办法了 因为就是主当我们去学更多的佛法 然后呢 净土完就学禅宗 禅宗就是快速的明心见性嘛 往生净土还要无量解才成佛啊 对不对 然后明心见性 这一生叫明心见性呢 当下泄脱啊 那我学到禅宗 哎呀学净土那么久 来呀来呀 学禅宗啊 这一生明心见性 所以我教人不要学净土了啦 也是办法啦 然后再后来再学密法 哎哟明心见性算什么 一生成佛啊 最快的一生成佛啦 然后就跟我的同召友說 哎哟禅宗明心见性 还要悟后起修 还要修那么长 好 刚刚缺不如我们一生成佛 禅宗不要修了 我也在办法 所以我们没到学到 学到什么法我就说 那个不好 应该学这个比较好 就是这样的 这是我的现行 那学到道次第后 道次第最好 其他法都是杂说的 没有主着来修 其他法不用修来学这个 也棒法 所以应该怎么表达比较好 你原来也很好了 但是如果再加上这个更好 应该这样说 可是我就是感觉 那个先不要修来 来学我这个 所以每次都在棒法 所以你们有没有这样 你们有最好 我是常常犯 所以现在讲法来 讲法来忏悔 所以一切法都很好 所以用讲法方式来忏悔 那后面办法最很严重 后面看 但是我还是不信 后面讲的角度 这是斜见 我看一下 因为讲的太玄了 可是问题 你要有个理 例如说 你说我们杀生会身体不好 同意 礼合 因为让别人的身体受伤 你当然身体会不好 这个我相信 对不对 所以感觉我办法是为什么办法 阻挡别人学法 所以后就变下辈子 我对这个法没办法深入 因为我阻挡别人学法 对就是让别人法更深入 才能够忏悔我的 最真忏悔在这里 你伤害别人 你把它恢复过来 所以对后面的那个说法 当然我怀疑 我不说不对 但对我来说 我要努力做的是什么 让别人深入佛法 每一个法 不管你是 险密 小圣的 如果我愿意 我有能力 可以帮助我愿意讲 那你深入 这是参为最重要的 可是不能停在那个 好可恶 好可怜 好担心 好恐惧 停在那里 我感觉 对我来讲 没有实质利益 你讲我对 你不要办法 我是这种角度 就是后面 会不会说 所以那个办法 是有多恐怖 我感觉 那个是从实际你的行为 去对峙你伤害 造成的这种过失 来弥补 比较正确 也不是停在那个恐惧 担忧 我感觉 这是不必要的 好 我们在 后面再说 学成办法 此不应学 这是办法 那我们再看 片色一切研磨经 这是佛经说的 万书是力 这是文书菩萨 佛教书文书菩萨 诽谤正法 业障细为 他说万书是力 若云如来 所说胜于 于其一类其 善妙详 于其一类其 恶劣详 是有办法 你看办法这么多 这么细 一类好的 一类不好 就是办法 若办法者 由办法固 办如来 变成一类好 也不会 变成那佛讲不好 那佛就有过失了 就变办如来 对不对 佛讲不好的东西 变佛有过失了 也办生且 因为生且是替佛 弘扬佛法者 那办生且 所以办法就会办佛 办生且 三宝都办了 若做事云 事则因理 此非因理 事为办法 不要不佛法认 这个是合乎道理 合乎不道理 那我感觉 合理是要推论的 你不能说 不合理 你也说合理 所以佛也曾经说过 我说的法 你们要如理思维 不合理的 你们就把它放一边 合理的就拿来用 这佛说的 所以这个是对某一类 对法没有信心的说的 也是开拳而说 不是实语者 不是真正的内涵 是对一类 就是喜欢办法者 来用这种方法 来遮止他们办法的 这种行为 这是医病与药 懂吗 我感觉是医病与药 不然的话 我们就是 办法就是常在办 那常办的话 我们就应该 多地狱去 例如说我的习气 一定过去 生抢很多东西的 一定办很多法 可是为什么 今天还投身人道 还可以出家 所以如果照这样讲 应该很严重了 早就到无间地狱去 所以这是 开拳 方便说 所以若做誓言 此事为诸菩萨宣说 此事为诸身闻宣说 此事为办法 本来佛就是 对某一种根基 讲不同的法 但不是说我不学 例如说 这是教授 他对幼稚园讲 哥哥爸爸 曾威达 敏玉招我 假设 是不是这样 幼稚园 一定要讲这种 个 对爸爸妈妈产生 敬爱 对不对 所以他哥哥爸爸 曾威达 以前是当兵的时代 哥哥爸爸 曾威达 敏玉招 是出兵去打战 对不对 所以那时候的思想就是说 我们要缓攻大陆 这个概念 所以我们就帮个爸爸 就是对那个打战这个行为 缓攻大陆这个行为是什么 很殊胜的 缘起法 所以用这种歌来唱 那现在呢 到大学你会再唱这种歌吗 哥哥爸爸曾威达 你唱你会不会很奇怪 对 有没有 我们小学来我们读一个 天这么黑 风这么大 爸爸捕鱼去 为什么还不回家呢 我发现后面是什么 曾威达 老师都知道 这个就是小学的教科 你这个教在教大学 你合适吗 不合适的嘛 这是缘起法而已 所以我们讲说 这个话是对幼稚人说的 对小学说的 是对的 对的 但是我们了解说 这是对某一个根据说 我没有办法 所以说 此事为诸菩萨宣说 此事为诸宣武说 这个有办法 这个有问题 这是对某一个 喜欢办法的 用这种方式来告诉他而已 但是你不能说 这个是明明对小儿子说的 你不能说 他不是对小儿子说 他对大人说的 这不是奇怪吗 对 所以我对有些佛心 会质疑是这样的 就是他讲的 不合时间法 就是跟时间法是不相通的 用迷信的方式来讲 这个让大家很恐惧 这西方人也不接受的 你是一面的恐惧 那我们产生害怕 可是没有解套的方法 那变成一种灌输 一种迷信恐惧 这种不好的信仰 所以我本身 我是反对这种说法的 但是佛心说的 我不能说他不对 但是我是质疑 你感觉我不能说 很叛逆 对我这种说法 我感觉不合理 我都会提出我的想法 是有办法 所以若做事严 只是为独觉宣说 是有办法 若做事严 职责非诸菩萨所学 是有办法 那若非菩萨所学 没错 那可能是办法 菩萨学一切法 所以不管是身文 独觉 都是菩萨所学 因为要利益众生 所有法都要学 世间法也要学 所以若毁办法 这个中章是解释 若毁办法 其罪其重 例如说三摩帝王经说 若毁此 南章不周中 一切塔 若毁办弃今 此罪及由众 所以毁办法宝 那个罪也严重 若自尽 这个杰克 这个是智吗 什么名词 净 情 若是尽 情且杀树 阿修阿罗汉 若毁办 其今 此罪及由众 虽其办法 总有多门 前说此门 即为重大 归利利 而会断除 所以它的众在哪里呢 有三个来说 第一个 从成果跟泄脱来说 从成果跟泄脱来说 若你 至尽 情 情 杀树 安 罗汉 都毁办 其今 此罪及由众 这是从成果跟泄脱来说 另外呢 虽其办法 只有多门 前说此门 即为重大 归利利 而断除 这是呢 讲学法的角度来说 第三呢 此意 若能获得如前定解 就能遮除 故惜恶行 自取消灭 这是从 断除来说 那此定解者 应由多阅地 者即灭法 白莲花经 是灭法莲花经 而寻求之 诸余 这个是从 道来说 方法来说 所以前两种呢 是从罪业 那第三种呢 是从 那断除后 对定解 对两个 这个 这个我们叫广论 或道俊 产生定解 这个消除恶业 那消除恶业呢 这个不但是消除恶业 但是呢 重视呢 要从 地则瓶 就是刚才讲 华原地则瓶 要妙法莲花经 来寻求 为什么会是 这样叫办法 好 那这个四个部分呢 我们从 第一个 来解释 为什么呢 若事尽情前 杀树阿罗汉 若毁谤 弃今 此罪 极有重 为什么毁谤法 比杀无量无数的阿罗汉 还重 哈 为什么 这个是从 学法的角度来说 这是从成就 借脱的角度来说 所以你说 你说我 办个法 难道比杀人 意还重吗 若以国家的判定 会这样说吗 不会 因为杀阿罗汉 就我们叫什么 我们叫五无边罪 杀阿罗汉 对不对 他五无边罪 那五无边罪跟办法罪 差点在哪里 五无边罪就一直在地狱受苦 那办法罪是什么 你一直学不到法 学不到法就没有出离 没有泄脱的机会 所以两个呢 一个是杀阿罗汉 表示说你永远在受苦 地狱受苦 那你办法罪永远得不到泄脱 因为你得不到泄脱的方法 没办法深入 你办这个法你就对这个法排斥 这个法排斥呢 这个法对你来讲就无缘 重要你遇到呢 也会办法深入 所以你可以从 一直在地狱受苦来说 你可以从 一直在轮回受苦来说 它是这样比对的啦 所以你不能说 哦 有没有办法 就比杀阿罗汉还还严重 那可能吗 你说我骂一个人 跟我杀一个人 哪个重 杀人啊 杀人要偿命的耶 我骂人要不要偿命 还好吧 道个歉就没事了 对 对 所以这会是从嘛 一个在无间地狱受苦来说 一个是什么 永远在轮回受苦来说 那当然说 你无间地狱受苦 跟轮回受苦 哪个比较重 当然他会说 轮回受苦比较严重 为什么 你没有跳脱的机会 你到地狱还是有处理的机会 地狱总有结束的一天啊 可是你对法无缘 没有卸脱的机会 咖啡在这里 一个还有跳脱的空间 一个是永远没办法跳脱的空间 所以为什么说 办法罪比杀 琴杰杀 阿树 阿罗汉 很严重 这样听懂没 一个还有脱离的空间 一个连脱离的空间都没有 办法罪连脱离的空间都没有 所以起办法总有多门 前说此门 即为重大 那前说此门 是什么此门呢 此门呢 就是讲 应该是讲说 落回办法 我们想 这哪里呢 此门是讲 办法总有多门 办法 前说此门 即为重大 故隐立立 所以说 前说此门 因为这里是结局 《三谋帝王经》所说 那重大是解释的 重大是解释的 那前说 就办法有多门 那前面说的此门 即为重大在哪里呢 就是对那个 我们看一下 哦 办法出 办法 办法有什么 办法什么 就是三宝 夜果四地 夜果四地 就是我们讲 邪剑有叫 后面会讲 那个邪剑 就是对嘛 有没有三宝 没有夜果 没有四地 来说 那这个就是 邪剑 最办法很多种形象 例如说 刚才讲的那个 我们叫 片色一切 《阎魔经》 来说的 这个讲很多形象 但是呢 这个此门呢 是讲什么呢 我们看那个 十四页 最后一段 哪里呢 就是在那个 第二行开始 有未解释益者 妄指一类 为臣佛方便 即指他类 为臣佛障碍 这是一个 岁盼好贺 非礼 因礼不非礼 即 这是一个形象 即大小圣 为其菩萨 须是学 此不须学 只为因舍 睡成办法 这个叫此门 此门就在这里 所以刚刚讲的 变色一切 《阎魔经》 是讲多门 那此门就讲 这个第二行 妄指一类为 沉默方便 即指他类为 沉默障碍 睡叛好恶 因礼非礼 这是一个 并且呢 大小圣 为其菩萨 须是学 此不须学 只为因舍 睡神办法 这一门 就是最严重 可以哦 那这个此门 是故因利利利而断除 所以前面讲的形象 大概我们每个人都有一点点 但是讲这个 在广路十四页 这个最后一段的第二行 到第三个是以此门 对佛法来讲是毁谤最严重 故因利利而断除 那最后呢 那最后呢 讲说 如果能够断除 虚 若能获得 如前定解 那什么定解 就一切 圣言 现为教授 通达一切圣教无为 这两个 通达一切圣教无为 还一切圣言 现为教授 这两个决定的话 无前获得 如前定解 就前面两个书胜 可以哦 就对前面那个两个法书胜 如果获得定解的话呢 其能遮除 这个办法罪 故起恶行 自取洗面 好 那这定解呢 这个定解 这个内涵呢 你可以参阅一下 那个多 就是多阅 那个地则品 就是华人间地则品 还有妙法莲花经 里面 这个呢 地则品跟妙法莲花经 就讲一个佛性的部分 佛性 如来藏的部分 如来藏的可以显现一切善法 好 所以一切善法呢 都是从佛性开全显示 那佛因为这个佛性的 这个不同的善巧方便 开全显示 想不同的经典 引导不同的众生 所以对这个 华人间地则品 还有妙法莲花经的 这个佛性如来藏部呢 来多了解 而寻求知 那诸于办法 对办法这个形象呢 我们就可以看 色言心中应当了知 那可能我没有去看了 也可能太细了 太细我就觉得不合理了 我感觉说 你如果说造成别人 学一个某个法障碍 你就多弘扬那个法就好了 重点是这个 你要多弘扬 一定要深入啊 你说 那我以前办法应该是学不进去啦 感果没那么快啦 就是说你 你现在办什么法是下辈子 因为我现在还不是宪法授嘛 可是顺身授或顺后授嘛 所以顺身授下辈子才对这个法有障碍 所以趁着现在还没有时间 把这个法弄懂啦 免得下辈子都搞不懂了 没有能力跟缘 没有知录 所以这辈子你办什么法 就把这个法号弄清楚 这个真正的忏悔在这里 弄清楚后再跟你说 这个不错哦 那里面你还想什么 就把这个办法罪消了 你跟谁说 这个学进去不好 就把净土弄懂 然后就跟千语 千语 对不起我请讲错了 净土多好多好多好 那就把这个罪消了 这比较实际啦 也对啊 就是忏罪啊 就反过来啊 反过来做才是忏罪啊 好 这有没有问题 麦克风 因为这是藏文的表达方式啦 所以方语不同 所以我们中文是叫妙法莲花经 所以他问白莲花经什么意思啊 这是中文不叫妙法莲花经 可以了 他问好了 好 可以了 到这里有没有问题 好 没问题我们休息一下 好 那我们法书圣讲完了后 所以透过我们造者书圣 还有法书圣这个内涵 当你了解这个内涵的时候 你对这部论会不会升起一个想学的心 哈 有没有 没有 没有 嘿嘿嘿嘿 你看着这么好的功德 这么好的作用我一定会想学啦 所以前面这个照者书圣 跟法书圣就去劝发我们学习者想学的心啦 重点在这个起这个作用 所以如果达到这个作用 表示这个前面讲照者书圣也好 讲法书圣也好 就起作用了 达到他的功效 那竟然要达到功效 开始要学哦 想学哦 然后他注重说 哦 那你想学的话 那听的人要怎么安利他的神口义 学的人要安利怎么神口义 这是讲 讲说鬼里啦 那我们看这个 如果讲听各种书圣相应法 那我们分三种 第一个是听闻 就是学的人他怎么听闻 那说的人他怎么讲说 那通过听跟闻 我们最后做个回向 所以以完结时共作鬼里 就是做回向 这个是在一作法之间 那么从开始第一个 我们叫听闻鬼里 初中分三 刚才讲听 是为闻法所有胜利 那刚才已经通过法书圣 是讲这部广论 广论内涵有四种书圣 那如果总的书圣 算什么教证法因 那正证法为果 这是总的 但是后面又透过听法书圣 对我们法更加生起这种耗耀 所以种种的类别趋入 都是要让我们对法产生耗耀 那我们看第一个听闻 是为闻法所有胜利 那我们看听闻集 他怎么说 他说 有闻知诸法 有闻知诸恶 有闻断无意 有闻得捏盘 那这里呢 有闻知诸法 那这诸诸法是总的 总的内涵 这可以了解法 那法的趋入有不一样 知道诸法 这个也可以从果来说 由闻所存会 慢慢的得到知诸法 那知诸法是什么样的功德 就是佛的骗制 需要成就佛的骗制 这个功德 就是一定要知诸法 所以能够了解一切法的人 只有骗制 所以脱闻能够得到骗制 就是佛果的因 那佛果的因 怎么重呢 我们就从别的来说 这个呢 由闻遮诸恶 这个叫什么 戒 因为戒呢 是要防非止恶 所以呢 靠着听闻 能够让我们持戒呢 更加清静 所以由闻遮诸恶 那另外呢 由闻断无意 就是定 那什么叫无意呢 就是跟正念不相关的 跟你最最重要主轴 学法的这个内涵 不相关的叫无意 某一个一般的叫妄念 所以对过听闻佛法 能够保持在佛法的正念上 可以断除一些 没有意义的妄念 这是修定 这个由闻遮诸恶是指戒学 由闻呢 断无意是定学 那最后呢 由闻得涅槃 就靠无我慧 了解无我慧呢 把所有的聚生烦恼 和执着断完 得到涅槃 这个叫由慧 由闻得涅槃的慧 所以呢 总像是由闻知诸法 得到诸佛的骗制 那呢 从这个基本上的内涵呢 由闻遮诸恶的戒 由闻断无意的定 由闻得涅槃的慧 开尾戒定慧三学 这是听闻集所说的 另外呢 依照听闻集又说了哦 如露散布毙 黑暗藏室内 如果说我们已经进入一个 已经完全黑暗一个空间 黑暗覆盖的空间 难有重 虽重难有重色 虽然这个黑暗的空间里面呢 墙壁画的什么 画的什么 像罗浮宫啊 画的很多彩画啊 书生的画 佛像等等 我谈整 画很多重色 但是呢 巨眼亦莫见 这个巨眼的这个眼是什么 叫巨生会 我们虽然有巨生会 可以看到这彩色 可是因为呢 没有光明 因为暗示里面啊 没有光明 这光明 没有 因为我没有学法啦 比如说 比如说 你可能过去生是学法的人 可是这辈子如果没有学法 你了解法的内涵吗 你不了解 所以巨生会必须要有人开启啊 你没有这个开启的源 重来你过去学很多法 也是没办法呈现的哦 你像说我们学那个 从佛的故事里面 你看 周历盘多前 周历盘多前 他不是很笨 他哥哥教他 什么佛法都听不懂 马上学 马上忘 为什么 因为他没有一个正确的开启 所以他过去是学无想定的 所以他的定 定会那个定 不思惟的那个习气啊 障碍住了 所以他学很多法 谁学学望 所以现在我们很多人都要做事很厉害的 但是家学佛法学不来 有没有 还有我一些学生呢 他博士教授 大学的教授都是博士玩的嘛 在盯着某个班 在钻研某个研发的教授 也参加什么展都得奖了 可是家学佛法学舍略学学学训训学 没办法进去哦 学不来 就是不懂我在讲什么了 讲很多次还是听不懂 就是说他的会 没办法把这个开启 可能我没有扇小方便 可能对外有聚生会 我没有扇小方便 开启不来 就像一个暗父啊 把他盖住了 所以 难有众色 聚眼亦莫见 虽然说他可以看到没法 可是呢 这个聚生会没办法看见 华很多 他那聚生会有学过 但没办法看见 那靠什么才看见呢 这个要看后面说的 如是与子中 生能虽聚会 这是我们聚生会 难未听闻时 听闻就是开启 针对他的角度 他不了解的角度 把他开启 就像一把钥匙一样 把他开启出来 难未听闻时 不知善恶法 如果没有听闻 透过这个 信誓的开启这个钥匙 听闻就是钥匙啊 所以你们过去 都有可能有学过广论 都懂了 只是说 没有这把钥匙帮你开启 所以呢 没办法进入那个领域里面 如果说你们现在 那听闻路还想学的 表示说你们过去 都有这个善根啦 还待得住啦 不然我们上次几堂课 早就退堂了 听不懂 听不懂 不知道在说什么 所以你们保持这种 想学的心 表示过去都有讯息过 只是说 我可能没有善巧 方便把它开启 让你完全融入 跟你的聚生会完全相连 所以听闻 这是一个开启的钥匙 若未听闻时 不知善恶法 如巨眼有灯 如果说你有聚生会 巨眼就有聚生会 而且有灯 就是听闻的这个灯 光明照耀的这个开钥匙的 或是灯 这个灯就是听闻 责能见诸社 靠这个听闻的这个灯呢 就能看到 这个法的内涵 因为你有聚生会 加上这辈子的听闻 就能够看到 这个法的内涵 如是由听闻 就是讲这个光明 或讲灯 能知善恶法 所以重点 我们这辈子 要重点在哪里 要听闻 把这个灯照到静 让我们看见 那个诸社的这个静 我们过去对我聚生会 要重点要有灯 光明 还有钥匙 这把我们聚生会能够连接 然后对法去深入 这是听闻集所说的 所以重点在听闻 好 再靠本身论所说 那本身论是 释迦牟尼佛过去 未成佛前一些经历 那这本身论的这个内涵呢 讲很多 那其中这一段呢 是那个 释迦牟尼佛 请了一位 婆罗门讲法 讲四句记 那个婆罗门就是提伯达多了 那讲四句记之后呢 佛就要供养他四千两 他说你讲一记 供养一千两 结果呢 他讲四句记 就供养四千两 那四千两呢 他爸爸就对他说 他是讲四句记 你为什么要供养这么多 那那个岳王子 这是岳王子跟那个故事 我们之前有讲过什么 岳王子跟那个 苏达萨子 对不对 有讲过吗 没有 以后再讲故事 就是岳王子 然后他请了提伯达多的前世 然后讲四句记 所以他就讲 就供养十千两 那父亲就 为什么讲四句 供养这么多钱 他就讲这些了 若有文法发信义 告诉他父亲 学法的 这个听过佛法的好处了 若有文法发信义 那个信呢 跟义呢 这个呢 有很多种 我们讲信呢 有几种信 我们讲信性 圣解性 欲求性 有没有听过 好我们讲性 这个好 第一个呢 要产生性性 信性 信性呢 就是有五种 这个是叫 我们办心内学 叫什么 视察之 就是有很多种 无理由的 无理由的相信 那有理由的部分呢 有什么看 理由相似的 理由颠倒的 应该什么 理由相似 理由颠倒 理由 忘记了 应该五个了 我忘记了 那理由 正确 但还没有确定 比太浅了 理由相似 理由颠倒 我们相信有几个角度 一个是无理由的 无理由是迷信 迷信 刚好你呢 瞎猫碰到老鼠 人家说的你就相信 刚好呢 对境真的是事实是这样 对境真的是事实是这样 可是你没有理由 你就人家听了 人家说就信了 就叫迷信 这个叫迷信 其他的都有理由 但是呢 最后一个才是真的好了 就是 理由正确 但尚未确定的 这个是我们 目前停在这个最好 我们都是相信不相信业果 相信 但是确不确定 不确定 如果你确定的话 你不会想起心动虐的嘛 自私之利啊 起心动虐的是嘛 为了自己 好 请说 如果相信业果的话会不会有那个我的存在啊 还是有我啊 这是相信而已哦 这是方便分而已哦 那我们不是要一直要无我吗 对啊 无我是剩一分的 所以 两个不同角度 相信要相信 但是要把这个我拿掉 就是说它是符合缘起的相信 所以叫有理由 叫符合缘起法 因为呢 我是依据某个理由才相信 连这个理由也是不一定的 它这个理由还必须靠其他理由支撑 所以我们还是要相信我的存在吗 才有业果这个问题 相信缘起的我 缘起的我存在 理由也是缘起的理由 缘起的理由 例如说 例如说 妈妈为什么要对儿子好 因为妈妈就是要照顾儿子嘛 因为他是你生的嘛 就这个缘起 因为这个他身份的缘起来关待 要照顾儿女 那儿子 儿女为什么要孝顺 因为妈妈对你有恩啊 因为妈妈对你有恩的缘起 所以你要报答父母给你的恩惠 所以你要孝顺啊 所以依照缘起来说哦 依照理由这个缘起来说 所以不一定每一个妈妈 就是每一个妈妈都要关待她的小孩 如果她小孩动不动就要拿枪拿刀杀妈妈的 你要关爱她吗 啊 赶快远离了啊 不要再关爱了 你一关爱就被杀了啦 对不对 这要看缘起的 但总的来说是这样 总的来说呢 如果说爸爸 爸爸常对儿子家暴 家暴 但你要孝顺是孝顺 但不是孝顺 孝有两种啦 也是听从的孝对不对 一个是嘛 讲话要合理的孝 可是对这种家暴的父亲 你赶快远离啦 不谈什么笑不笑了啦 对 缘是过去的缘 就过去的缘存在 但是你不一定要孝顺 这个孝顺是狐仇的意思啊 如果讲狐仇啊 但是如果你有恩 但是这两个不违背 讲孝顺跟报恩不一样 如果说他把生存有恩 还是要报恩 但是现在不用孝顺 报恩不一定要孝顺啊 好像报恩就是用这个来 来报恩不是吗 不是不是像 还有其他的报恩方式吗 有啊 比如说他 你正在犯罪 如果爸爸真的是一个 杀人不窄眼的人 杀人不窄眼的人 你说你要孝顺 你说我们讲那个 不 不止症 有没有 我们鲁家是复不指正 指不准复嘛 这是鲁家思想嘛 如果你父亲这个杀人不在 你不敢把他抓起来 要杀另外的人 你要不要指正 对啊 那这个孝不叫孝顺 一般世间人不叫孝顺啊 他叫报恩啊 因为为了不要他继续造恶业 从胡话讲出来 不要造恶业是报恩 免得他继续造更多的 伤害更多人 以后改做更何苦 这是报恩 但是从表面来说 以世间的法来讲说 不叫孝顺 这个逆子啊 竟然检举父亲 让他去关了 一转世界会想要孝顺吗 不会 他说逆子 父亲会感觉 你这个逆子 你看 走警察逆子 害我关了 对不对 世间人不这样看待 你爸爸说会他叫孝顺啊 不会的 但是以儿子的角度是叫报恩 如果你不去遮止他 他造更多的罪业 受更多的苦 所以报恩跟孝顺 有时候是世间的角度不一样 不一样的 缘起不一样 所以那个理由 要看缘起了 我也是缘起的我 那这样就没错了 我是存在的 理由的存在 都是缘起而有了 好 这个叫信性 另外怎么叫 我们叫圣解性 圣 圣解性呢 我们可以分一般的 一般的 还有一般我们叫尽性 一般是说 对理由 肯定 而产生的 确定性 这个叫 叫圣解性 但尽性呢 好 一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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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于上述的 定性 一于 上述的确定 而所缘 而是 业国 四地 审保 所以这个 净性就不一样 净性 它的所缘固定的 就是业国 四地 三宝 如果讲 一般的圣解性 就没有 一定是 所缘是什么 只要对你一个理由 产生肯定 而生起的 确定性 我们叫圣解性 但如果对 三宝 业国 四地 产生 圣解性的 我们称为 净性 所以所缘不一样 那一般我们讲 善心所的性 如果性列写 我们十一个善心所 十一个善心所 是以性为开头 那个性什么性 就讲净性 十一个善心所的性 是讲净性 不是一般的性 名字 我们听过正性 当然你说正性佛教 那个正性 正性 没有没有 没有正性 有吗 没有吧 没有 没有听过 八正道的正性 性没有在八正道里面 一般讲正性佛教的性 有两个 就是业果的正见的性 还有空性正见的性 这两个正见的性 就是业果跟正见 一般是这样说 但是以佛教徒的正性 佛教的正性 也不需要一两个为主 因为对业果 这是以世俗地来讲 对业果正性 对三宝来讲 就包括圣义地 空性在三宝里面 法宝 那是叫法上面的 法宝里面的那样 所以佛法生三宝 那个三法印是指法宝 对佛法生的法的一个正性 那个属于空正见的部分 就是正见的是空正见的正性 好 升起性可以 那最重要靠这两个性 升起什么 我们现在是最主要靠什么 欲求性 因为了解这个功德之后 你才会想要追求 追求就是什么 性为欲依 这个是正常性 所以性为欲的性是指个 这个 静性 或是圣洁性 性为欲依 这个欲 欲为 情依 所以之后呢 才会产生什么 精进 那精进后呢 产生什么 清安 所以你得到精进之后呢 如果在文师方面 得到一个法喜 这个叫清安 如果在修订呢 得到嘛 第九住心 就是气慢打通 生清安 心清安 从文师来说 都得到法喜的清安 从修订来说 得到生清安 心清安 所以性为欲依 欲为情依 情为清安依 这个修法一个过程 学法一个过程 法喜创世文师 如果说生起修订是身心清安 对那这圣摩他 那这三个主要都是针对佛法嘛 对不对 是的 不管第一个是无理由 还有第二个一般 这个全部都是 没有没有没有 这个不一定要佛法 这样讲静心以后才是佛法 静心才是佛法 那前面 前面一般 一般跟四茶池 一般都有 一般都有 是 所以那个 是五别境 五别境的信心所 信心所跟善法的信心所不一样 信心所跟善法的信心所不一样 那我们讲 善为性为道元功德母的性 是指尽性的性 性为道元功德母 而我讲 信心所就不一定原这个尽性了 自查自己是性 我相信你说的 我就信 可是那个不成为道元功德母 对不对 你相信别人说的 可能会造恶业啊 他不一定是善法的基础 可能会造恶业的基础 也没经过抉择的 对啊 没有经过如理抉择 你相信的可能会造恶业 比如说 人家说 那个高占星很坏 对不对 那你就听了 就真的认为他很坏 然后呢 可是你跟他也没有 谈过话 也没有交往过 所以你一直听说高占星也坏 看到他就几百次 那不是照恶业 我们会这样 可能对一个同事不了解 人家就说他怎么样怎么样 也就准备他就排斥 不要跟他在一起 人家跟你讲好话 或者什么 跟你交朋友 你都拒绝 有哦 这样就像迷信 没有去思维抉择 到底人家讲 到底是真的假的 没有思维过 这是三个性 从开始的相信 到真的定解性 最后来产生欲求性 这是到后面精进 产生清安 这是学习佛法的过程 法师那第三个欲求性 就应该是往佛法这方面吗 不一定 不一定 比如说 你感觉找工作 我们都有这个过程 比如说找工作 现在有在 如果说邮局 邮局缺人的 很多人退休了 缺人的 然后再招考 招考不一定说 一定要怎么样 如果招考刚好一个 符合高占勋的这种条件 那你要相信 真的有招考 对不对 信心 然后再确定 有没有公布 网络有没有公布 有 就确定了 那确定之后 这个就变一般的 产生定解的新 然后这个还没有进去 那对他的功德 邮局换碗不错 对不对 邮局进去 对不对 那至少也没有什么 业绩的压力 邮局有业绩压力吗 比较少 好像银行比较有 所以你在行为工作 那固定的薪水 那退休又有退休金 还有休假很稳定 对不对 这个有当过游戏都比较知道 所以对这个好处 我想得到啊 我想得到 所以产生欲求性 所以为什么 想要去准备啊 准备我要考试啊 这个就欲求性在带动 准备考试你会不会很精进 对对要考什么法类的课文啊 或是内涵啊 去产生 读完啊 预习 互习 希望考得上就清清 当你考上的时候就得到清安 终于我考上了 是不是很关系 那是透过努力来的啊 努力来的为什么 透过你想得到这个好处来的啊 这个好处来的啊 因为你知道有 招考这个事情 对不对 而且对到的招考 那个考上的有什么好处啊 这个相信了啦 这个定解性 所以一般我们都有啦 不一定是佛法 所以他这个秩序 从一二三这样子下来 这三个性 好 好 那我们继续 所以由文法发信义 对这个功德产生耗耀 然后欲求 然后最后产生 清静 然后产生清安 那这样的 由文法发信义 之后呢 诚妙欢喜或兼助 那欢喜就是嘛 我想得到 好 然后诚妙欢喜 我想得到这个叫欲求信 好 并且获兼助就是精静 因为多样的欢喜 我想得到他 很高兴 想得到他 就得 而且并且就想得到这个 一直能努力 就是获兼助 就精静 所以从开始的定解性 产生欲求信 再发起精静 这样讲 定解性 欲求信 再情 好 到这里 那拓降呢 产生果像什么呢 启发自慰 无于吃 就是嘛 清安 你对任何法都很清楚 你就是感觉很舒服 如果对切法 人家问什么 听搞不懂 人家问什么 不知道 很困扰 那就苦受了 没办法清安 但是对切法 如果说人家问你什么 你对打如流 你就哇 你好厉害了 你是很欢喜 高占星会不会 高占星好厉害 你们很欢喜 我觉得法师比较欢喜 你都对打如流 为什么 你每次都对打如流 不是啊 我现在讲太多次了 但已经没有欢喜心了 对对对 已经讲太多次了 对对对 我会很高兴 如果第一次听到 我第一次讲 人家觉得很好 你就很高兴 对对对 启发智慧 无于吃 就是很高兴 好 用字肉马云尼 那这种高兴呢 要割肉 割肉 来 得到这些果报 你要不要 看什么 看什么 如果得泄脱 你叫我死掉也没关系 对不对 你说叫我泄脱 你断头就可以泄脱 真的发生这事 不要迷信了 这是迷信了 断头就可以得泄脱 没有这样的回事 如果真的有 我也愿意的 对不对 有人这样说 你等头 你就得泄脱 那个是假的 就那个 穆斯林样 有没有 我自己爆炸 绑着照样 那绑炸 然后炸很多人 我就马 得到阿拉的射受 得泄脱 那是迷信 不要听这种话 泄脱从哪里来 从文师 然后去正德 修定正德 不是靠别人帮我泄脱的 你说断头 哪有机会 没有 这身没了 哪有机会泄脱 那多三那去 有份 不是泄脱 这个要考虑一下 所以用字漏买 如果真的能够发起这种 智慧为师 用字漏买英里 但不是一定要漏买 才会得到智慧 这个要因跟果要合起来 假如可以这样的话 用漏买可以得到这个智慧 我也愿意 可是问题 不可能 不可能 那是一个比喻 好 那又是漏买英里 为什么呢 因为它有很多功德 第一个 文处词案为名登 通过听文 能够把这个愚痴无名 把它照亮 变成有智慧 文处词案为名登 第二功德 得到智慧 第二个 这个功德 这个功德智慧 这个功德 道等南西最盛财 得到这个功德 这个智慧 它是连强盗 也没办法 把强走的 那这个最盛财 一般我们会成法财 那法财有哪些呢 我们讲七盛财 这个插掉了 一般的外向的资财 都可以被五家共有 我们现在的外向的这个外资啊 这个资财啊 都五家共有 那五家 强盗 水灾 风灾 天灾 还有国家 扣税 对不对 最重要是什么 儿女的灾 年轻债主 最大别是年轻债主 我们讲七盛财 就是最西 道等南西最盛财 这最盛财就是讲法财 我们叫七盛财 那七盛财呢 现在就八卦是什么 信 戒 文 还有禅 会 还有蛇 还有会 所以 透过这个 南西最盛财 这个盛财呢 其中是什么 我们这个讲会 七盛财里面 信 戒 文 禅 会 舍 会 那最殊胜的 就是讲会 所以文师得到会 这个是最难的 其他的都可以 透文师得信 戒 文 惭愧 这个都世间法都可以共 但是对初世间法成就 卸脱来说这是最重要是会 所以最盛的字马 七盛财里面最殊胜就是会 所以刚才讲明灯 举会 道等南西最盛财 就是七盛财里面的智慧 最殊胜 因为这个智慧 前面六项都有了 有智慧前面六项都有 如果没有智慧 前面六项可能是没有了 所以有智慧是统设前面六项 对最殊胜的财 不是圣财哦 是七盛财里面最殊胜的财 这是智慧啦 好 随时讲智慧 然后呢 事缺于怨气 斗点应该斗在这里 事缺于怨气 开示方便教诵罪胜由 因为呢 王春王老师一定要把每个字 每个字都一样 可是问题这个意思 没办法表达很好 所以事缺于怨气 开示方便教诵罪胜由 如果讲事缺于怨气开示 这本人就很奇怪 你再说一下 所以事缺于怨气啦 你靠这个智慧呢 能够把这个呢 愚痴 还有对怨敌这种执着呢 是最好的 吹腐的武器 靠智慧哦 武器就是气 这气就是武器 能够把愚痴跟对我们心里埋怨 这种怨恨也好 称慧心也好 把它吹拂的一个武器 那并且呢 靠着智慧呢 能够开启呢 开启 开示方便教授最圣由 能够能了解 这个佛法 佛经 内涵的 最好的一个 筑办 靠着智慧才能了解佛经 好 论处怎么说的 所以开示方便教授最圣由 最好的筑办 那这方便教授就是讲正道 佛法的这个道 就讲开示方便教授 方便教授就讲佛道 最殊胜的筑办 那这筑办呢 有什么好处 虽品不便是爱情 所以它是每个每个 这样环环相扣的 不是周周十五个不相关 它是从智慧开始 产生什么样的作用 它成一个作用一个作用 这样产生 那虽品不便是爱情 那这个筑办呢 一般我们的筑办 会不会离开我们 有啊 你在这怎么闺蜜 女众叫闺蜜对不对 那男众叫什么 麻吉 那是什么 蓝粉 十档 十档 是不是会长一句话 就不合 就断交了 会不会 有可能哦 女众比较会 你不给我吃 你这个好吃不给我吃 我不理你了 会不会这样 高占星会不会 会 又不是闺蜜 所以 这一瓶不便是爱情 就是最好的助办同伴 虽然呢 你很差 虽然你脾气很坏 虽然你没有钱 虽然你没有名声 但是呢 他也不会舍弃你 这才是真正的麻吉的 才真正的闺蜜 如果说你有钱跟你在一起 没钱就远离你 那个不叫闺蜜 你叫那种朋友对 所以我们的这个 最好的助办的智慧 不会因为我们贫穷 我们很差 就离开我们 所以虽贫不便是爱情 第五个书生 那如果这个爱情的之后 这个智慧呢 无所损害仇病药 他能够呢 对付我们仇病 这仇病讲心病 它是没有损害 是互作用 它是能够把我们这个 仇病治疗好的 没有互作用 没有互作用的最好的药 就智慧 仇病是心病 忧悲苦恼的仇病 刚刚讲是烦恼跟心理的埋怨 竟然讲是苦受 靠着智慧呢 能够把我们这个苦受完全剪除 而且是没有互作用的 要把我们苦受的 会去做什么 如果没有学佛法 你有苦的时候 找什么样去解决 去唱卡拉OK 吃好吃的 买自己喜欢的shopping 虽然说刷爆了没关系 下次再说 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 先把它享受一下 看到一个广告 一个瘦瘦的女孩子 有肠法 一面吃甜点 一面在流泪 有没有看这个广告 好多次 我在那个国官号 就一面吃甜点 一面在流泪 就失恋了啦 吃甜点 然后呢 讲广告讲什么 刷卡啦 他用疑 疑苦 欲舍苦 他失恋很痛苦 就是吃甜点 来把这个失恋的感觉 把它排除 可是后面引发什么 他吃甜点 很多甜点 后面要刷卡 更多苦出来 吃甜点也会引发苦 刷卡也会引发苦 这感觉 世间的广告 都是错误的引导 心里会胖啊 你吃什么甜点 会一定会 卡路里会高 汤 血糖会高 身体慢慢的苦 现在苦还感觉不到 刷爆了 那个苦会比较快 上个位就知道 好 这是第六个 第七个 因为没想到 你钱护才锁卡 你有钱护就付现金了 对 好 第七个 吹大罪君 罪圣君 好 拓降的苦受 还有烦恼的这种去除 吹大罪君 这个大罪就是什么 就是 堕恶去 跟轮回 从 吹掉烦恼 跟这个心里的埋怨 这个业 这是讲极地 然后造成苦受 这苦受也没有了 那你就不会去爱举 就是吹大罪君 就是轮回 恶趣的苦 堕轮回恶趣的苦 智慧是最好的 是殊胜的军队 如果把你这个 堕恶趣 还有轮回 六道受苦的 这个完全把它战胜 靠智慧 重点在智慧 第七 那义是欲得罪胜账 那为什么是欲得呢 所以不管对我们 暂时的 现前真上身 或是究竟的决定胜 都是最好最好的保障 靠着它 我们就可以走向 殊胜的 狭满的 现前真上身 还有得到最究竟的 卸托的 那么究竟决定胜 它是欲得 能能称赞的 能能希望得到的 能能称赞的 最胜账 最殊胜的保障 这靠智慧 然后呢 欲诸善事 为圣礼 这是什么 能够直欲善之事 然后 直欲善之事呢 有的嘛 修习正法 这个为圣礼是什么圣礼 修习正法最殊胜的礼物 所以你有智慧 我们讲说 我们讲学者必须要顺住聚会 希求 如果你没有智慧 重来遇到三知事 听闻佛法 你没办法 如理思维 法学法行 所以你有智慧 遇到三知事跟你开讲 哇 你就懂了 所以它是修习佛法的最胜礼 所以为圣礼中间 你可以加一个修习正法 最殊胜礼物 遇到三知事能够讲法 是修习正法最殊胜礼物 就靠智慧 你没有智慧 没有办法听闻 没有办法思维 所以总共有九个 那第十个 在于大众中智者爱 那这个智者呢 就是讲那个 我们讲那个圣者来说 在圣者要度众生 比如说圣者是不是 菩萨是不是要度众生 那度众生呢 他会先度谁 你们想 有智慧的呢 还是疑似的 先能得度的先度吧 对不对 先能得度 一般你们如果取舍 是先能跑上来 如果说先 那个跑上岸了 一个在那边游 一个游到中间 一个游到快彼岸的 你会先拉谁 已经快到了嘛 对不对 快到才拉嘛 所以先快到先拉嘛 那么远的还没办法 你不能说我先快到了 不管他 结果他又被 漩涡流走了 一定先到先拉嘛 同样的 你先有智慧呢 活菩萨先拉你啊 对不对 是不是大众中智者爱 高正心认同 认同啊 对啊 所以你先有具备 这个条件的要先拉啊 那还不具足的 先慢慢培养嘛 所以如果有这个智慧嘛 是大众中智者爱 智者就是嘛 菩萨 佛 一定是先有条件 要先度你 切图啊 所以于大众中智者爱 智者就是佛菩萨 大众就是众生 好 这十个功德了 好 到这里 听懂吗 十种功德 殊不殊胜啊 殊胜 请说 麦克风 十个我再重新讲一次 第十五页 老术第二行 文除五次暗 尾明灯 第一个 这是智慧 从这智慧开显 第二个 道等南西最盛财 第二个 第三个 事缺于怨气 第三个 第四个 开示方便教授最胜油 好 第四个 第五个 虽凭不便是爱情 第五 第六 无所损害酬病药 六个 七 吹大罪君 罪圣君 好 第七 第八 意识欲得罪圣障 好 第九 欲诸善事为圣离 以为休息正法的圣离 第十 于大众中 智者爱 所以重点是什么 要有智慧 你有智慧 这个十种功德 都可以得到 好 那我们再看下面 又云 也是本身论里面说的 然后呢 所以岳王子又加 补充一句 那听法什么好处 除了这些法 这个好处以外呢 还有 听闻水转修心药 扫力 寄托 生死 成 所以在听闻当下 这是刚才讲的 是听闻后的智慧 像是听闻当下 得到什么好处呢 他说听闻当下呢 听闻水转修心药 就是呢 你够 急闻 急施 急修 你听到的话呢 在法义上 好好去 思维 一直思维 一直思维 叫修啦 所以刚刚讲 十种功德 你听到之后呢 那马上去思维 哦 这十种功德多好 然后呢 一直串习 一直串习 就是修 所以通常这样串习呢 只能水转修心药 把这个内涵 已经慢慢的 在内心呢 马上稳固 就是修心药 靠这稳固的这个习气呢 透过这个法这个稳固的习气呢 少力极脱生死层 下次遇到这个对境 就能用到这个法 对佛法信心呢 来对峙我们的烦恼跟习气 所以花一点点的力呢 就可能走向卸托的 这个 我们叫彼岸 少力极脱生死层 所以重点在无私的智慧 那中道师解释说 与其所说诸闻胜利 应当决心发起圣洁 所以本圣论讲了十种 还有加上月王子 这个本圣论要加多一个 听闻水转修心药 少力极脱生死层 这是以本圣论为主的 好可以哦 好那再来我们看用菩萨地 就是于邪四季的菩萨地 又讲五种殊胜 互斥因如菩萨地说 须以无详听闻正法 好就五种殊胜来作义 第一个 为佛出世及汉难欲 其法亦然 由西贵固做真宝享 那这个呢 我们可以从五则天 唐朝五则天的写句记 六则天出国家 所以他对佛法可能不是很深入啦 那多少对法有点体悟 所以五则天那时候呢 佛法也蛮兴盛的哦 所以他请了很多人讲 华严经 华华经 所以唐朝的时候蛮兴盛 所以他开始开立十宗 所以我们现在密宗也是那时候很新盛的一宗 那对禅宗呢 他就有点想要去深入 所以他请了六祖慧能大师去讲 后来六祖慧能大师就拒绝了 拒绝不去讲 专阵他写了一个部分 就是这样 我们的开经济啦 无上圣身为妙法 百千万简难遭遇 我今今我受析 愿解如来真实 他写的 这是他写的 可是他对佛法一种心求心 所以他就用了 佛出世极悍难遇 其法一难 由西贵故 做真保想 就写这句开经济来代表 所以呢 我们讲 我们从时间 或是从因缘来看 你说一尊佛出世 要隔多久啊 有没有算过 好久好久好久 真的很久 地球神处会空多久了 佛都还没有出世 所以一尊佛跟一尊佛出现之间 可能地球是不小话几次的 太久太久了 那我们今天 没有遇到佛正讲听法 那我们正讲学法 你会觉得很遗憾 很遗憾对不对 如果佛当时候 你在佛坐下听讲 人家讲一句记 无上圣身 我也没有 哇我就开悟了 对不对 可是我们讲这么久 还没有开悟对不对 人家似懂非懂 这是差别之大 所以佛出世极 悍难易有 这很难哦 但是现在也不能停在懊悔啊 你说佛 我没有在佛当时候讲法存在 可是怎么办 要补啊 怎么补 把条件补起来啊 所以现在呢 还是嘛 能够听别人说法也是一种重因啊 就是我们后面什么 于大众中至者爱嘛 先把这个文师先培养起来啊 下次才有因缘真实的听到佛讲法啊 然后开悟啊 花开见火勿武生 所以我们释迦摩尼佛过去 对不对 我们可以到哪里听法 到极了世界去听法啊 然后提过这些花开见火勿武生 所以呢 佛出世很难 听到佛法也是很难啊 虽然说没有像佛出世那么难 没有清见佛那么难 但是如果听到佛法也是很难哦 你看一种佛出世才有佛法出现了 对不对 那我们现在释迦摩尼佛教维持多久 不是啊 教法能维持多久 大概三千年就结束了啦 所以我们讲正法一千年嘛 相法一千年 末法一千年嘛 那如果说我们的根气还够 可能多演个一两千年 顶多五千年就结束了 所以最后五千年呢 只听到经的名称啊 阿弥陀经啊 听过 但是都没有看过啦 那最后连这个名称 连阿弥陀佛也不晓得怎么念了啦 就是最后连阿弥陀也不会念了 那是末法 真的结束了啦 这是末法时期 所以现在我们赶快要重音 把这个音集聚好 那等末法的时候跟我无关了 我今天跑到阿弥陀佛去听正法了 清见弥陀 然后呢 得无声法人 你想不想要 对 这样好好努力 从现在的听法 所以呢 起法一来 所以由西贵固把听法呢 当成什么 珍宝响 能够得到现前真上身 跟究竟决定胜的珍宝 这第一个 第一个想 第二个呢 时时增长聚声会故 做眼目想 所以通过听闻 听闻这我们叫什么 加行会 那过去所熏悉的叫聚声会 就刚刚讲那个明灯 明灯照暗 泡除黑暗 照到重色 虽然有眼睛 眼睛叫聚声会 如果没有灯这个加行会 你也看不到 这个墙壁的 这个好看的画 所以文师就叫加行会 有没有听过这个名词 那过去的善根 这个听火谎的这个叫聚声会 所以必须把 透过这一声的加行会 才能够增长过去的聚声会 如眼目想 那这个眼目想 刚才如同那个 刚才比个运 那个这样 在那个 那个听闻集里面有说的 没看到 如露善乎 避暗 黑暗藏事内 众难有众色 聚眼亦莫见 这个是吗 就是讲这个 那如是于此中 生人追聚会 难未听闻时 不知善恶法 如聚眼有灯 责能见诸舍 这个眼就是讲聚声会 文师就是加行会 所以要把这个当成是眼目想 灯是能够让我们眼睛看到 法内含的这个关键 所以必须做眼目想 应该我感觉不要做眼目想 应该做什么 做灯想 会比较好 因为聚声会就是眼了 你本来就有了 所以应该如做灯想 光想 比较好 他在用眼目想 跟那个人 刚刚讲那个听闻集 合不起来 应该做眼 这个嘛 光明想会比较好 如其所受 这个第二个 第三个 如由其所受智慧 眼目 能见如所有信 这个重点是这个智慧的灯 加上过去之生会的眼目 能见 那个见就是讲通达 能够通达 通达如所有信 如所有信讲圣意地 圣意地 然后呢 近所有信 我们讲世俗地 那怎么叫圣意地 就是对于最高的无我的见解 这个叫圣意地 那除了这个以外 其他的法 通称为世俗地 所以最高的无我 我们叫圣意地 其他的法叫世俗地 那圣意地叫 如所有信 世俗地叫 近所有信 所以在做光明想 所以他把一个法 开成一两个 一个眼目想 一个光明想 一个从增长 聚声会 叫眼目想 一个是嘛 能够看见 通达如所有信 跟信守 叫光明想 而且这两个是同时的 好 第三个咯 我们再看第四个 于究竟时 能与涅槃 菩提果固 做大胜立想 然后呢 通过这个智慧呢 在最究竟的 究竟决定性呢 能得到菩提 涅槃菩提果 那涅槃菩提果呢 有三菩提 生文菩提 独觉菩提 跟佛菩提 就是讲涅槃 所以菩提是到彼岸 能够呢 断掉聚声烦恼 跟执着 我们叫涅槃 也叫菩提 所以有三种菩提 那最好当然是佛菩提 那得到究竟的话 我们就得到嘛 大胜利 就是没有不受后游 大胜利 放心 对于终结目标 已经达到了 叫大胜利 就像我们 那个跑步啊 跑跑跑跑跑 跑到最后冲刺的时候 冲过那个线嘛 得到那个 创约那个线 我们叫胜利 有没有 就是有没有 就冲过去 就胜利了 我们叫大胜利 第五个 现在一人得 彼二之音 那彼二呢 这是截命四个 第四个所想的 涅槃菩提果 虽然涅槃菩提果 是最后的果报 但是呢 我们现在呢 透过文师 你可以得到这两个音 涅槃菩提果的音 那是涅槃菩提果呢 就是能够嘛 得到止观乐 故 作无罪想 那我们叫止观呢 就是我们讲止跟观 有分为 就是止住修跟观察修 这个止观是讲嘛 止住修跟观察修 不是讲那个圣摩塔比伯生 所以能够得到 涅槃菩提果两个音 两个音是什么呢 就是讲止跟观 就是观察修跟止住修 所以呢 对喜欢观喜 去路 止住修 观察修 所以靠着文师呢 能够得到果 是涅槃菩提果 那涅槃菩提果的音呢 是什么 就靠呢 文师呢 得到观察修 跟止住修 那这个叫倒装菩 现在人得彼二之音 乐止观固 乐是一种动词 然后 藏文是乐写在后面 中文表达应该什么 乐止观固 欢喜去修止住修 跟观察修 因为止观乐变成果相了 止观乐是这样 身心清安乐 那是果相 所以应该是 涅槃菩提果之音 是应该是 乐止观固 所以把这个 站文 刚刚把 颠倒过来 乐止观固 就是欢喜去路 止住修 跟观察修 那这样的话 能够 做无罪想 无罪想什么 能够修行 这个错误 一个是嘛 无罪有两个 过失 无罪就是过失 罪就是过失 没有过失 什么没有过失 就是修行错误的过失 还有浪费时间的过失 这两个过失 就透过文师 能够去掉这两个过失 得到嘛 欢喜去路 止住修 跟观察修 那得到呢 修行错误的过失 也拿掉了 又浪费时间的过失 也拿掉了 也有这两个过失 所以对这五种思维 做事思维 即是思维 天文胜利 这是以菩萨地 与其是思维的菩萨地所说的 第一个就是讲那个思维 文法胜利 这要多思维 你慢慢思维对法就想很傲要 从净性 那定解性 升起欲求性 欲求性才产生经济 经济人得到滑喜 现在我们停在什么 定解性这个要修的 开始窜息 变成定解性 好 第一个讲完了 思维文法 所有生命 好 有没有问题 麦克风 在十六页第四行 如所有信 这里 叔叔你说 它是最高的五我会 那这个最高是指 各宗派 各宗派来讲 是吗 那就是以应成派的角度来说 这是诸法五之性成立 你从应成派是讲 诸法五之性成立 从这些派诸法五第十成立 从维世智人取手取一体空 从小胜来讲 不得其了独立十字有空 所以都不一样 但最高的是什么 应成派的诸法自信成立 大家胜一顶 了解 谢谢 好 没问题 后面 高占勋 老师 就是请问 就是我有时候 有点疑惑 就是说 我对于说 比如说 证法 末法 这个还有多少 那这个好像是说 已经 佛已经把后面的事情 都已经讲好了 那讲好了 变成说 这个就变成是一种 以后的话都会变这样 那我们又有无常 那变成 这是变成 已经固定 所以我有点不太了解 为什么后面的话 都可以知道 而且都已经固定住 没有 这个 这个 佛是方便说 方便说 但缘起变化就方便化 没有说一定 佛讲的一定是自信成立的 没有 所以说你说 正法 末法 相法 这个就是不一定就对了 还是会看它的缘起 对 所以我们可以创造缘起 不是说一定就是这样就对了 是是是 如果讲末法一千年 我感觉说我们要努力的话 末法是可以延续的 嗯 因为到五千年六千都可以的 就是看待缘起 佛是大概依现在的缘起来说 依那时候的缘起来说 大概大概三千年 依那时候缘起 哦 依那时候缘起 那时候我们现在缘起如果改变了 它缘起当然果相也会改变 哦 所以那个点 那个一点一直会改变 对对对 那时候依照它缘起来说 但是果改变就改变了 比如说我知道说 大概末法哪些人 这个末法 哪些人会学佛法 所以以那个程度来讲 大概维持末法一千年差不多了 可是如果现在我们训习更多的法 然后慢慢训习产生信心 然后真的要把这个如来家业能够承担在自己身上 然后随缘的去嘛 对人讲佛法的生意 那更多人想学 那当然呢 所以佛法的延续就更长 哦 所以不要停在嘛 拜参啊 供修啊 华会啊 如果停在这样的话 真的末法就很快了 哦 就靠着我们这一群人想要学佛法 正法就可以延续了 因为有人想听嘛 有人想听就有人会讲嘛 那因为有人讲跟听 佛法就会延续了 正法就会延续了 那变成每一个源起的key point非常重要 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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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ất 本来就是我灭的时候 好可以 我们回向 愿持殊胜功德 回向法界有情 净除一切罪障 共成无上菩提 愿消三藏出烦恼 愿得智慧真主 普愿罪障稀消除 世事常行菩萨道